欢迎继续加入10点不一样 您好 我是钱丽如 我们要先来看的是 今天下午中部一场大雷雨 造成了云林斗六的福茂科技公司 新建厂房 工地的阴架连头防护网 整片突然倒塌 事发刚好是早班员工下班时间 总共造成两死三伤 下班员工们撑伞离开 还有人被风雨吹到雨伞开花 突然间的强风奏雨 机车棚内有骑士拿起手机 要拍着夸张雷雨 意外拍到整面阴架倒塌瞬间 这里是云林斗六福茂科技公司 新建的第五座厂房 工地阴架连同防护网 被风雨吹落掉到路面 杂种路过这边 准备下班的五名台籍员工 消防队到场时 三名伤者已经在鹰架外待救 但另外还有一男一女 一个在鹰架外没了生命迹象 另外一名则是被压在鹰架底下 男子头部重创 明显死亡 两死三人受伤 死伤的五人 有四位是福茂科技 跟一位福茂新业员工 另外鹰架掉落 还砸到了一辆车 死亡的女员工 先生也在福茂科技上班 三个孩子年纪最小的 才国小二年级 昨天是妻子排休 今天换丈夫休假 但妻子都离开公司要下班了 没想到货从天降 骤然理事 新建厂房内 意外发生时还有实名移工 赶紧向内去找安全庇护 警销到场后 再引导他们离开现场 由仲介带回 根据了解 发生意外的福茂科技第五座厂房 在去年11月动工 原本预定今年年底完工 目前的工程进度大约77% 7月6号下午 中央相署针对彰化南投云林 发布大雷雨特报 4点多 疑似瞬间强风奏语 吹垮鹰架 这一场意外 让两个家庭天人永隔 劳动部中区治安中心 也派人赶到意外现场 除了对包商开罚30万元 也勒令停工 同时要确认 施工架是否依照预期的贺重 妥为设计与施工 进一步调查 鹰架倒塌原因 TVBS新闻张崇敏 廖文汉红采论云林 采访报道 前桃园市长也是现任海基会 董事长郑文灿涉嫌贪污 法院裁定500万元交保 今天刚好是郑文灿57岁生日 不到半小时就愁到保津 带着笑容走出地检署 下午2点多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带着微笑走出地检署 保安警察 不可以发表 警察长他这样说好吗 是被污奈了吗 我看有权监制 有权监制要回应吗 两名委任律师 左右护法当人常开路 挡掉所有问题 郑文灿也一个字都没回应 已经被污奈了吗 他们走 你们到处好处 你们到处好处 沿路保持笑容 坐上休旅休离开 郑文灿整晚都没睡 因为涉嫌贪污罪 被检掉人员带走 最后以500万元交保 只花不到半小时就筹到保金 律师带着黑色蹄带现身办保 出动点钞机 点着好几叠千元大钞 这颗震弹震撼弹 巧合在郑文灿生日这天爆发 一切进展相当迅速 因为其实他4号才从日本回台 5号就被检方约谈 隔天凌晨遭生压 上午11点半法院开击压题 历经两个小时的工房 法院证实郑文灿的确在2017年收了500万元 隔年要召还给另外一名被告 但无法证明是犯罪所得 下午1点半裁定50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警官检方始终没正面证实是什么的弊案 但现任桃园市长点出这件事 郑文灿也透过律师表示 没有不法行为 而贪污制对条例的收贿罪 是7年以上的重罪 对于院方裁定检方当庭提出抗告 接下来静待法院结果 TVV新闻林龙是董明浩 傅定华国影无约 爱情小组桃园采访报道 好事件的起因 初步了解是和华雅科技园区用地饱和有关系 四大争议里 其中包括了重罚会主导人 先后送出近千万元汇款有关 因此郑文灿的政治之路 成也桃园 败也桃园 现在海派认为赖清德当时指派 海基会董事长就暗藏选期 谢谢市长 昔日的桃园市长郑文灿 14年挑战市长成功 成为六都最年轻首长 2018年成功连任票数打破记录 政治行情抗涨 8年的市长表现 深受前总统蔡英文信赖 进而进入内阁团队 当时接下行政院副院长回桃园 亲自细说简报内容 郑文灿因桃园政机而发光 却因为任内争议成为标靶 讲一次我们会告一次 搬出司法捍卫清白 因为被指控协助八八会馆主贤 郭哲明炒作巴德农地 甚至更改捷运路线谋取图利 即使当下曾经黑金问题 被点名与IMB主贤曾国伟 关系匪浅 过去郑文灿在桃园市当市长的历程 涉及的土地相关的弊案 真的还不少 现在才开始办第一件 毕竟过去高度监督郑文灿 从直播首版评的是有证据 而郑文灿在担任市长初期 推翻桃园铁路高价化计划 让经费从308亿拉高到千亿元 而2022年巴德国中宇酬场 因为地震造成天花板倒塌掉落 调查后发现是豆腐渣工程 甚至在卸任前夕 被指控台大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郑文灿过去你跟这个蓝绿正通人和 然后跟所有的人是不是介入太深了 地方的利益结构 是不是都跟你的伙伴 或是你认识的人 都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意思是郑文灿政治手腕高明 不过在副隔魁时期 甚至卷入桃色风波 澳门女陪式影片疯传 郑文灿矢口否认 紧接着又被爆出 竹鞋理事长任内有欠款 剪掉要好好的追查 郑文灿争议多桩连环报 璀璨的政治路 似乎也在他57岁生日这一天 光环见退 第一月新闻冬军年轩 台北唱不到 针对郑文灿涉摊 总统赖庆的今天出席活动 罕见停下脚步回应 强调无往无走 这也被外界联想 是不是跟四年前总统初选新节 所衍生出的党内斗争有关 不分党派 不问何人 只要涉及废话 检调都应该查办 误网误众 神情严肃 说重话 总统赖庆德6号出席 不公开行程 罕见停下脚步 回应媒体喊话 针对海接会董事长 郑文灿涉摊一事 赖庆德语气坚定 打炸扫黑树摊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 社会的安定 以及回应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不得不然四个字 被外界解读 针对意味浓厚 赖政关系时间要回推到2019年 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 当时和赖庆德同为新潮流的郑文灿 却选择和蔡英文赞同边 赖清德跟这个郑文灿的关系 一直都不好 当年媒体自家派系 却往英系扣拢 现在卷入涉摊案 难免让外界产生 党内互斗联想 国民党立委谢龙介 也早有预言 之前我就说过 他一定会立威 也许会掀起一番的心轰血雨 是不是赖总统 也早就掌握郑文灿问题不少 而没把他列入内阁名单 反而要他担任有名无权的 海基会董事长 应该要去尊重司法的独立 当然还是尊重司法 但除此之外 看看针对此事的四方声明 以赖清德为首的总统府 和民进党中央都期盼司法单位 误网误众尽速厘清 反观行政院和海基会 则都只是尊重司法调查 在野良党低调简单回应 或许也在隔山关虎斗 TVB的宣众和报道 台七十六线上演真实版的 侠盗猎车手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车道上 驾驶从后车厢拿出水桶乱丢 还猛催油门 横切倒车大回转 行径相当疯狂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黑色轿车停在车道上 驾驶从旁边要绕过去 橘色衣服的男子 从后车厢拿起水桶丢过来 驾驶停车却看到局役男上车 车开走了 这是在台七十六线快速道路上 驾驶莫名其妙被丢水桶 眼见他把车开走 接下来行为更夸张 车子直接又横切 游览车轿车被他吓得紧急停下来 没多久又看到他左横切 车子开到那车道 令向要冲过来的样子 靠近之后又紧急杀柱 后车厢还因此掀了开来 疯狂的行径还没停歇 他倒车行驶之后大回转 车头顺向之后逃离现场 肇事逃逸 怎么可以在台湾玩GTA 而且感觉就很像是 玩那个游戏的卡丁车 然后按按钮 然后掉道具出来的感觉 在高速公路上玩 这个感觉蛮荒唐的 吓到我了 因为这个人是酒驾还是独驾 网友迫出行车记录器要协询驾驶 表示6月22号发生在76线快速道路上的事故 已经报案也有车号 超过两个星期 警方告诉他联系不上驾驶 女男驾驶自小客车逆向行驶 照事后是小客车停以外车车道 并由后车厢取出塑胶筒 朝内车车道投止 国道警方表示 驾驶是46岁的女性男子 已经传唤 但是人未盗案 他当时还是逆向开上快速道路 也因此害了另外两车为了闪避而碰撞 造成两人轻伤 之后又发生行车记录器曝光的疯狂开车行为 目前以公共危险及毁损罪侦办当中 TBS新闻陈志中午书屏 章话报道 中午大太阳的高雄这名女子 因为在街头徘徊影响到交通 警方互报女子不听劝 当下被实施保护管束遭到远警压制 她的脸贴在博油路面上不断喊着好汤 同一女子在街头徘徊影响交通 到场的远警上前压制 男远警用脚顶住女子的侧腰 红衣女侧躺在博油路上动弹不得 这时候 女子哀嚎地板好烫好烫 就这样压制至少30秒的时间 红衣女子才摆脱被马路炙烧的感觉 事发在5号下午一点多正直大太阳 女子在凤山南征二路徘徊大街奔跑 于是警方实施保护管束 在家人的同意之下就医治疗 现在是下午一点多高雄市区的温度 来到了34度 而实际测地板的温度 这样子一测57.6度 真的是好烫 手碰地板的话就在烫肉 实测吓死人 人行道地砖就57度 换到了博油路 更测得到61度的超高温 手碰地板根本停留不到三秒钟 就急着想收回 买冰块倒下去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冰块已经快融化 变小了 现在下的时间 变碎冰块有没有 从融化变水再到完全蒸发 变干地板不到10分钟 再测试肉片 同样也很烫的汽车板筋上 也是10分钟的太阳直射 猪肉片呈现半肉干的状态 天气炎热 不再只有体感温度 曝晒过后的汽车马路 手脚一碰 小心成了烫伤元凶 TVBS新闻方志权 徐克成 宋培文高雄报道 海巡云林茶器队 在嘉义水上查获撕烟厂 商寨版的低价洋烟 不但七星变成五星 用来制作撕烟的下脚料烟丝 还被发现不但发霉 甚至还有虫食 这些烟是不是看来有点眼熟 又觉得哪里怪怪的 深载版的洋烟 七星变五星 还有仿造其他品牌 云木混珠 他们用烟丝下脚料制作 海巡在嘉义水上香 破获这个丝烟厂 一包一包有如肥料 这批丝烟下脚料 真的是以肥料名义 从东南亚国家进口 但是没有用来农作 下脚料经过调味包装卷烟 变成了洋烟贩售 制烟现场脏乱 还被发现烟丝下脚料发霉 有昆虫的尸体夹杂其中 但是经过加工包装 变成香烟贩售 本案犯罪模式 细肥料名义进口 烟丝下脚料 分散至全国各地偏僻的 施烟工厂 添加香精 进行口味的调配及包装 现场查扣各式成品烟 将近8000包 烟丝烟液3350公斤 还有包装机包装材料 要是没有被查获 三顿多的下脚料都变成烟了 正牌羊烟一包100多 这些肥料烟 低价340元一包卖给小贩 小贩债也70元左右卖给消费者 主嫌是许姓男子 丝烟成分不明 部分还验出交友含量超标 对人体健康危害更严重 海巡估计查扣的丝烟换算为17万包 市价大约是1200万 TBS新闻张宗敏无数评 云林报道 基普拿藤先前开出涨价第一枪 现在金石滋味肠药也传出药条涨 最多涨一成 另外还有张国洲墙胃散 私私感冒胶囊 也预计要跟着调整数价 药局货架上摆放各种不同药品 其中有几项是民众家中的常备药物 只是知名止痛药普拿藤 先前才开出第一枪 系列药品涨了9元到20元不等 现在又有其他的药也变贵了 像是金石滋味肠药 预计8月份涨价8%到10% 预期会贵10到15元 每瓶售价落在了140到150元 营养品安素每箱增加100元 售价逼近2000元大关 还有私私感冒胶囊 也传去会涨10到15元 而张国洲墙胃散恐怕也要跟进 当然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你原来所支出的费用 越来越增加 等于是额外的开销的话 那也确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负担 药品一向一向上涨 不少常使用这些药的民众 也发现买药的花费变多了 但药厂近期不断调整价格 原因到底是什么 还有就是运输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配送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一些成本 垃圾已经涨了一波 现在的话目前听到的是 他们还要继续再涨 药师就说即使这些药物涨价 还是有其他的药厂生产的 成药可以替代 不鼓励民众大量囤货 有需要再到药局购买 只是恐怕涨势还没到尽头 物价全面上涨 药局营运成本节节上升 民众买药 药师照货 都得精打细算 TVBS新闻 黄凯尽台北仓报到 乌尔战争是 俄军猛攻查苏夫亚逼的 乌克兰只好先紧及撤退 而无人机也拍下现场 几乎被以为平地 乌克兰士兵朝俄军战壕 连开好几枪 就怕没一网打尽 还向弟兄要炸弹 打完眼前敌人 还要担心头上 有没有无人机攻击 机翼旋转声音 宛如死神呼啸而过 乌军死死盯住 直到无人机停在面前 证实是有军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俄罗斯无人机破坏力之大 让乌克兰军民文之色变 在乌克兰中西部 文尼查地区 已经被俄军无人机 炸得面目全非 随着乌冬查苏夫亚地区境内 又一个城镇被拿下 俄军朝西边内陆侵略更进一步 推进到克拉玛托斯克 也代表当地还没撤离的平民 再不走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在拖列茨克镇还有5000人 警方挨家挨户想撤离居民 但就算头上爆炸声越来越大 也没人想走 警方好说歹说 终于有居民愿意离开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则表示 将用美国军援武器继续提升防空能力 与此同时俄罗斯再秀军事肌肉威吓 公布RS24洲际弹道飞弹演习最新画面 普琴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已经提出和平倡议 停火关键就看乌克兰愿不愿意 接受这份协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然而乌军前线阵亡士兵太多 估计每年要补20万兵力才能撑下去 荷兰则透露26架F16很快就能交付 美国陆军的主力坦克M1A1 埃布兰大手肌肉年初才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原本要助攻抵挡俄罗斯侵略 等了好久才来的武器 却无法有效扭转战况 乌克兰只能借着其他武器应急 靠着外援补足部分武器储备 在动用捷克制的吸血鬼多管火箭 希望能在正场上带给俄军重重一击 但撑过两年多的战事 早让前线士兵疲惫不堪 而且同僚还一一阵亡 更打击士气 德国世界报纸指出 乌克兰美季需要征兵5万人 每年额外增加20万的兵力 才能补满在正场上的折损 但近期人力远远落后目标 该防的还不止俄罗斯 白俄罗斯也是不定时炸弹 据传乌克兰在北部边境 巧巧增兵部署武力设备 这当然也引发两国不满 白俄扬言必要时将动用非战略核武 因为连北约也强化防御 在周边动员超过2万兵力 设置10个战术营小组 但这没能减缓战争扩散的疑虑 波罗的海三国计划 砸6500万美元共筑边防设施 沿着俄罗斯边境加盖600个军事碉堡 再搭配无人机实施监控邻国 而匈牙利总理奥班周二 在俄乌开战后 首度前往基普拜访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由于他过去亲俄立场明显 显见这次到访 有意撮合两国和谈 美国Politico新闻标题 还以欧盟防卫双面人冠军 来称呼奥班 但至今还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 俄乌有可能坐下来和谈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又在乌克兰东部 哈尔科夫汉盾内刺客占领两座村庄 前线战线推移日夜都在改变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地周二也击退 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 他们遭到连续17次偷袭 结果都没成功 不过现在荷兰援助24架美制F-16战斗机 也已经批准准备送到乌克兰 乌克兰战场士兵不愿俄罗斯白白夺走自家领土 期盼先进战机到手后全力反攻 要俄军为他们的残忍侵略 付出代价 写债写还 TVBS新闻涂导 美国总统拜登面临退选压力 为了保住竞选资格 他接受媒体专访 特别强调每天都有接受认知测试 I am running and gonna win again 姚美洲造势一句话坚定表态 还冷不防再酸对手 历史不及格 拜登批评川普连美国历史都搞不清楚 建立实力向选民证明 自己才是脑袋清晰的候选人 只不过八天前的这场电视辩论依旧引发民主党内担忧 退选声浪高涨之际 拜登借ABC镜头一次说明 拜登强调便落会前出现感冒症状 加上时差才会表现差 更重申要大家不用为他的心智状态担心 根据美国专家统计ABC这次专访是拜登上任至今第128次接受媒体访问 在近代历届总统中是最少的一位 就连记者会拜登也只召开36次 只比雷根的25次多了一些 拜登连两天接受广播和电视媒体专访 可以看出竞选团队似乎希望借由加强和媒体沟通来挽救退选危机 从现在一直到8月中旬的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拜登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检视 事前安排好依靠读稿机的竞选造势活动 恐怕很难解决外界对拜登认知能力 以及能否完成第二个任期直到86岁的疑虑 TVB的新闻家会美国华府报导 而英国的改变从今天开始 工党拿下大选胜利 领袖施凯尔会见查尔斯国王 接受任命入主首相官邸 输掉英国首相的苏纳克 离开伦敦唐宁街首相官邸 迎接他的是英国人的虚声 苏纳克前往白金汉宫 向查尔斯国王请辞的路上 也有大批英国人高唱反保守党歌曲 等不及要送走执政14年的旧政权 反观新任首相施凯尔 一抵达唐宁街 支持着送上热烈掌声与欢呼 他也承诺要立刻开始改变英国 自从2022年以来 英国首相就换个不停 从前首相强身 再到做两个月就下台的特拉斯 再到做不到两年的苏纳克 斯凯尔成为两年来英国第四位首相 而且终于不再是保守党 也让英国人充满期待 期待施凯尔的还有欧洲各国领袖 像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与法国总统马克宏 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连大陆外交部都送上遥远的祝福 只是专家认为中英关系的未来 可能还是要看美国总统大选而定 对中政策照旧不会重回欧盟 施凯尔带领的英国先凭内政再说 TVN新闻综合报道 每个人都想过上好的生活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日本最新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家庭 认为生活有些困难 甚至是非常困难 比例增加了8个百分点 另外家中有18岁以下小孩 或是65岁以上高龄者的家庭 也有6成的民众认为生活困难 不仅如此 最新统计也显示 日本上半年的破产企业加速 也冲上了4931家 不但连续三年增加 更是创下了10年来的新记录 而现在就连引以为傲的 东京明治神宫外院的银杏林 恐怕也不保 超过300公尺的金测隧道 由3000棵高大银杏树组成 道路的尽头还有典雅的博物馆 这是日本东京明治神宫外院的银杏大道 也是秋冬时节全球观光客 必访景点 不过这幅美景现在面临危机 因为2023年 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同意神宫外院的多根案 预计砍掉大片银杏林 来盖新报酬场和摩金大楼 并引进购物中心与旅馆 这项多根案也让部分东京人不满 7月7日就要投票的东京都知事选举 神宫外院都根案也成为争取连任的小时 和代表在野联盟的联访 政策攻防的焦点之一 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万 东京都民线上连数反对都根 连知名作家春上春树 与过世的音乐家版本龙一 都曾表态反对 开发案建商制作宣传影片 并与政府一同承诺 会妥善保存银杏林 只是对部分东京人来说 这片美景是大家的共同回忆 神宫外院究竟会不会都根 或许看东京七夕大选的结果 就能得到答案 TBN新闻综合报导 403大地震过后 全台湾老屋重建成为焦点 只是想要都根没有那么容易 有里长透露光是一小块小小的土地 就谈了20年 即使没有发生任何天灾 一栋房子 住立在那 成为你我的避风港 久而久之也会渐渐衰老 只是地震的发生 加速了各界对老屋 推动相关的更新政策 尤其双北 因为住宅结构安全问题 引发关注 大杜根时代真的有可能来临吗 如果摊开数字来看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光是双北 每一年住宅拆除执照 跟30年以上的老屋比例悬殊 而且像是在新北市 平均每年拆除732户 但是全市有83万户的老屋 如果要这样子摊下来 恐怕要花1133年 才能达到全面堵根 在华翠大桥旁的房子 乌林基本上都来到了40多年 虽然也有成功翻新案例 但比例少之又少 全台30年以上的老屋 已经达到了483万户 不仅新北市 各地都市都遇上同样状况 人口密集的台北市 这五年速度稍稍快一点 平均住宅拆照数1722户 2023年符合围绕重建条件的 有65.4万户 同样的要全部重建 要380年 在板桥的里长就坦言 这些数字是顺利的话 才能达成都太过美化 因为他当里长以来 曾有小小的一块地 要多跟一坛谈了20年 想要重建 确实第一大难题就是人 有人想这样 有人想那样 说穿了就是希望自己的利益 不要受损 再加上对法令的不熟悉 当初好龙斌市府推动了 一坪换一坪 到头来只成功四案 相关法规 想拆老屋 有都市更新 为老重建 要自办还是公办 法规税务以及审查 奖励制度都不同 民众搞清楚后 接下来还有你我最关心的是 我家能换到几坪 当初全壮30坪 盖新大楼 要大厅梯梯 逃生梯 停车场 公设 有容积率 建并率的问题 可能只剩下不到20坪 格局也大不同 双北地区来说的话 我们的重建费用一坪 大概是在25到30万左右 那甚至如果你今天是 围绕的基地的话 它小基地大概在200坪以下的话 你的银件费用一坪 甚至高达到30到35万左右 那如果回头来 你要一坪换一坪的话 那变成你的房价 必须要在70万以上 才有办法换一坪换回一坪 疫情后公料双涨 台北市房价高 让建商有诱因 速度才会比其他地区快 新北市或是其他县市 如果评估后效益不佳 也让老屋拆除 难上加难 那会有一些人他会担心 未来都更之后 他会有管理费 跟高额房屋税的问题 他可能住不回来 所以这个会产生 他一个程度上的抗性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针对建商端来说 建商端现在只要看到 新成屋的价格 相对而言 可能没有达到 他的一个要求 那在营造成本 相对比较高的状况之下的话 他就会去舍弃 这样子的开发 因此有建商就建议 虽然天灾是股推力 政府也要帮忙拉 有推有拉 提高防灾能力 保障国人生命财产安全 也是社会责任 重要的一环 KBB新闻 王金伦 谢伦 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基隆市航运枢纽的地位 使得基隆市府 开始投入资源 希望凝聚市民 一起支持与 双北合并升格之下市 争取更多都市发展资源 旅都基隆 车水马龙 海上国门 就坐落在市中心之内 再由高架道路 和港府串联 构成运输名漫 在地派声音坚信 北台玄关 不该留于新公司 把他当成是一个 比较中长期的人物 能够让市民感受到 我们基隆市有升格之下 是这样的可能性 分析出来的 跟新北市合并 在法律上面 层面上的阻碍比较少 民意的部分 还需要跟民众 充分的做沟通 当民众 能够有 大部分的共识的时候 就是我们选项 能够提出来的时候 基隆市府去年官办民调 数字显示 有54.9%的市民 支持基隆升格直辖市 不过36万人口数 与法不符 因此两成六五的受访者 认为北北基该直接合并 而基隆加系指 并入北市 或是和新北的临近7区 合并升格 以及并入新北 都远远胜出了 反对升格的5.3% 看似大势所趋 比较重要的是 谢国王市长的方案是什么 而不是去虚无地去谈论 所谓合并 或者是升格的这个事情 不会有人反对升格的 升格大家一定都赞成 因为理论上升格 会有更多的一个资源 以中央统筹分配税款为例 65%溢注于六都 其他16个县市 则共分另外三成五 试涉发展经费 更让行政区的更动 动辄得救 北北基陶其实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那不应该遗忘任何人 基隆人应该享有很等的福利跟潜力 秋想基北北桃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首都生活圈 那我们其实眼前面对到的是 大概每一天都有大概135万人次的通勤人口 在这里流动 那整体来说 有各个方向上 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服务整合的方式 去优化既有首都生活圈的这样子一个环境 所谓的实质整合 跟在行政上的整合 这两者之间不是那么必然有这种间二分的关系 北市 新北 暂时不置可否先谈行政层面上的实质整合 因为眼下还有床重门槛必须先突破 现行县市要升格直辖市的民文条件 包括人口聚居必须超过125万人 而且在政经文化以及都会发展 都要有特殊的需要 就算是合并升格也必须符合上述条件 不过这些都只是形式上标准 125万这是人口的最低标 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形式性的条件 整个国家发展的蓝图的问题 当然也牵涉到各地方的利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课题 实际上是变成是升格 因为在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在机关组织的内容 在各种不管是教育交通文化各种建设 实际上是都比较优势 2021年大新竹合并议题浮上台面 最后因为九合一的选举提名攻防 反而成为执政党的烫首山域 隔年5月彰化县也申请升格 偏逢人口出现了负成长 跌破125万 中央不予同意 另一个问题是台湾到底还有没有直辖市的增设空间 如果地方发展要以均衡为主轴 曾有学者建议 维持现况的另一面就是从法规着手 让所有县市平起平坐 但不论升降 都将对民意和权益形成重大冲击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只是按照地方制度法第四条的那些刑事要件 但是实际上在处理的时候要有更宽广的思考 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这样的法律的 我们的行政区法法或者是行政区法程序法 一直还没有完成立法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不适合做非常短期的这种政治力的这种进驻 县市整病身格只需要白纸黑字 却必然牵动地方整治生态 同个议题多年来不时讨论 但要化为实际 还有太多环节需主意面对 QB的新闻曲宽山业府 记得台北参加到 上班族经济压力到底有多大数次会说话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7成上班族自评经济压力大 各种生活开销平均2万6千多元 几乎就是基本薪资的数次 比价再比价 这样我们满常买海苔的 但是现在海苔这个价钱不是最容易的 它大概是76块 像这个 现在最低一价 你现在看105它虽然是黄标 可是我在其他平台的时候 最低买过79 已经打折 但印象中还不是最便宜 前一阵子物价上涨之后 其实它就没办法再买到 像之前一样那么便宜 如果你硬要买到前两年的价格 应该永远都买不到了 这是上班族passion的购物习惯 一定货比三家 而且资猪比较 钱很难赚 有多余的钱才可以做其他的选择 结账时秀出超市会员 再用点数折底赚到小确信 能审则审各种行动支付搭配回馈 不只吸引小资族还强化家庭主妇年拙度 业者统计使用超市集团支付的主力客群 36岁到45岁占25.8% 46岁到55岁占24.5% 年龄层也有下降趋势 25岁到35岁世代 总占比33.1% 成长9.2% 我们的主业力客人就是 40岁以上的年轻的家庭主妇 我们是要希望吸收的新的客人 就是我们大概30岁以下的年轻的族群 这些族群也通常都是会使用电子支付 在外面买饮料 坐计刃车 叫外送等等的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合作的方式 那相辅相成也扩展彼此的一个课程 折扣商品多还能累积回馈 买越多越划算 许多民众逛超市总是买太多财务化专家就提醒 民众在逛超市的时候 要避免成为过度消费的受害者 专家就提出了几项呼吁 包括要掌握实际的饮食开销 渐进式的缩减预算 再来就是要订定菜单 避免食材浪费 在购物之前要盘点家中的存粮 最后则是要来看货架的摆放位置 多比价避免陷阱 多比价因为物价回不去 消费者精打细算 减便宜 毕竟日常开销真的很大 开销主要会是餐费会有一些 然后交通费这是一定不能省 因为我从三重带来公司 每天的交通费大概就要60元捷运 三餐的餐费很难节省 所以有的时候会自己再早餐 然后午餐的时候 就是公司有公餐 然后就是会吃公司的 这样就可以把餐费省下来 然后回家来吃晚餐 每次在买一些日常用品的时候 就会比较喜欢比价 得到有比较折扣 比较多重优惠的时候才会下单 人力银行上班族理财现况调查显示 期成上班族自评经济压力大 各种生活开销 像房租 房贷 育儿等费用 常常达到紧绷 38.5%的人 他们每个月勉强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另外12.5%的人 他们表示几乎是入不敷出 甚至有18.3%的人 是有负债的情况 那真的有余裕可以存钱 或是觉得生活勉强还过得去的 大概只有近三成左右 因为口袋不深 在投资时 上班族最怕遇到 失业收入不稳定 遭人诈骗 金融危机 通膨以及股市暴跌 以普通受薪阶级的收入来说 风险承担力偏弱 上班族平均每个月的花费 大概是两万六千五百一十四元 距离基本工资 其实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如果他的薪水 是只领基本工资 或者只高出基本工资一点点 那他的生活压力 确实会非常的大 如果公司没有办法 帮你加薪的前提之下 很多上班族先会选择 兼差或者是多达几份工 帮自己增加一些业外的收入 除了自怨自艺 开始找方法开源截流 学习理财 才有机会缓解经济压力 TVBS新闻中的荣西困山 往后与台北裁缝报导 天菜就这样吃 赞予吃变彰化的天菜 冰淇淋 最道地的美式汉堡专卖店 可力全攤 超爱吃隔壁 超饱满的 彰化一路靠海玩 百分之百想再来喔 感谢台数十游九家冠名赞助播出 暧昧让人受惊委屈 摩羯女跟射手男 真的适合在一起吗 心碎带多吃 好想跟天心的 年夏狗狗男 胖年I.O 女孩们 别烦恼了 让我们为你来解答 TVBS是十二胎 每周五晚间九点 小姐姐请回答 不玩谐音梗 实在是太难了 五月组啊 五月天 天后 天后 天后的杯子好吗 漂亮 好好吃喔 这个名字在算命的时候 感谢台数十游九五家 带你们赞助播出 现在留情吃什么 很多人推荐以外 一张里面的真的都十块 好可爱喔 你干嘛就是这个啊 我也要上班啦 地域会交保 感谢台数十游九五家 万名赞助播出 可以喔 穿着帅气西装 戴着黑色手套 脚踩高跟鞋 露出细长眉腿 女性Melody音乐 成为网路节目 七月号的策展封面人物 展现完美穿搭 我喜欢穿就是浅色系的 然后像Linen Linen是什么材质 就是像麻料的那种 很凉快的一些洋装啊 然后上衣啊 短裙啊这样子 我觉得夏天还蛮开心的 天气渐渐变得炎热 Melody不止分享夏日穿搭 还公开消暑小秘诀 就是穿的少一点 也分享自己度过夏天的方式